请听莫言小说《风乳肥臀》由徐宁博奖 鹰武汉走到检票口附近看了看 人群中许多人与他打着招呼 他傲慢地答应着 台湾看了看那块造型奇特的手表 一个人群当中干部模样的人说 鹰武汉,你肚子广,不说话 去把那位姑奶奶请出来呗 鹰武汉说 我不来啊,他不敢检票 吹牛,你能叫出他来,我们才扶你 你问啊,谁也给他骂得起 都给我排好队,挤什么 抢笑帽子是不是,排队排队 鹰武汉扎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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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扎 队伍一直延伸到唐宁那边 他说,谁要是再往前挤破坏秩序 我就把谁的娘 明白吗 他用手指做了一个淫秽的动作说 其实啊,早上晚上都要上 上不去的坐在车顶行李架上 空气新鲜,眼界开阔 我的娘呢就愿意坐车顶 等着啊,我去把那个娘们请出来 他果然把检票员请了出来 检票员督露着连,好像愚恨未消 鹰武汉在他耳边甜言蜜蜜着 干爷啊,您怎么能跟他们一般见识呢 这都是些社会渣子 刁民泼妇下三滥,歪瓜裂枣 烂酸里叶,死猫烂狗臭虾将 跟他们斗气,试了您的身份 更重要的是,您要是气出膨胀病 还不把那干衣服给心疼死 检票员挥起票夹子 在他肩膀上打了一下说 住嘴巴你这个臭鹦鹉 行了,没人会把你当哑巴卖了 鹦鹉寒扮着鬼脸 哎,干爷啊,我给您准备了一对俊鸟 什么时候给您带过来 检票员说 你这个秋玩意儿,茶壶掉了点儿 光剩一张嘴儿了 骏鸟骏鸟,你许愿一年了 我连个鸟毛还没看见呢 哎,这次是真的干爷啊 这次让您见到真鸟 嗯,你要是真有孝心啊 你别什么骏鸟骏鸟的 你啊,就把这一对白鹦鹉送了我吧 呦,干爷,这对不行 哎,这是种鸟 是刚从澳大利亚弄回来的 你要喜欢,那还不容易 明年啊,鹦鹉寒要不送一对白鹦鹉给您 我就不是您养的 检票口的窄门一开 人群立即拥挤起来 鹦鹉寒提着鸟笼站在检票员身边说 干爷,看吧 要不怎么说,中国人素质低呢 豆腾娘的急急急 其实越急不是越慢吗 检票员说 你们高米东北乡那凶地方 竟是些土匪种,野蛮得狠 干爷,您可别一网打光满河的鱼 好,嗯,还是有的嘛 比如 他的半截话还没说出来就正中了 他看到排在队伍后边的上官金童 正羞羞答答地走过来 鹦鹉寒说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您就是我小舅 上官金童羞怯地说 我,我也认出你来了 鹦鹉寒热情地抓住上官金童的手摇着说 小舅,您总算回来了 姥姥想您想的,把眼睛都哭瞎了 公共汽车里挤得水泄不通 好几个人的半截身子从车窗里探出来 鹦鹉寒沿着车后的铁梯爬到车顶的行李架上 他掀起神网,安顿好了白鹦鹉 然后探下身子,把上官金童的旅行包接上去 上官金童战战兢兢地爬到车顶上 鹦鹉寒抖开神网,把上官金童罩起来 并嘱咐道 小舅,您抓紧铁栏杆啊 其实不抓也没事 这是老爷车,跑得比老母猪还慢呢 司机叼着烟卷,端着一个大茶缸子 拦拦散散散地走过来 他对着车顶喊 鹦鹉寒,你真是个鸟人 我可告诉你啊,摔下来跌死,我可不负责任 鹦鹉寒掏出一包烟扔下去 司机顺手接了,看看牌子,装进衣兜 拿你这种家伙,天老爷也没办法 鹦鹉寒说 爷,您就上去吧 求您发善心,路上少抛两只毛 司机用力带上车门,从车窗里探出头来说 这熊车,不定哪天就散了架了 也就是我,换了别人 这车,连车站大院也出不了 这时,车厂里响起了欢送车辆启动的音乐 磁带酒精磨损,吃啦啦的响着 乐曲声支支压压,好像几十把刀子在刮着竹子 那个女检票员,例行公事的力正站在月台上,用仇恨的目光送着这辆油漆脱落咯咯吱吱乱响的破车 鹰武汗对他招手道 甘爷 下次啊,我一定把那对菌鸟给您带来 女检票员不理他 他低声道 送你一对菌鸟 哼,送你两根狗鸡吧 车子缓慢地行驶在县城通往高密东北乡的沙石路上 对面不时有汽车和拖拉机踩来 小心翼翼地与公共汽车擦肩而过 车轮卷起的沙土像烟雾一样,令上官金童不敢睁眼 上官金童被鹰武汗直听着问道 小舅,我听人家说你是冤枉的 上官金童说 说冤枉就冤枉,说不冤枉就不冤枉 鹰武汗掏出一支烟递给他 他拒绝了 鹰武汗把烟塞进烟盒 用同情的目光看着他们两只粗糙的大手 又抬头看看他的脸说 小舅,吃了不少苦吧 上官金童回答 刚到的时候,后来就习惯了 小舅,您走这十五年里,变化可大了 人民公社解散了,地也分到各家各户了 都不缺吃穿了,旧房子都拆了,捧归话 姥姥跟我那熊老婆合不来 她一个人搬到塔屋里去住了 就是门圣五老人的三间屋 您回来,姥姥就有伴了 上官金童犹豫地问 她还好吗 身体嘛,还挺硬了 就是眼睛不行了 但自己照顾自己没问题 小舅,对您啊,也没什么好隐瞒的 我怕老婆 你那个臭娘们,她根本不讲二十四孝 她一来,姥姥就搬走了 也许你还认识她 就是范瞎将的老梗 和她那蛇女人生的女儿 根本不是人 是一条美女蛇 小舅,我现在拼着命挣钱 挣够五万,就打发滚蛋 车在蛟龙河桥头停住了 人们纷纷下车 上官金童在鹦鹉寒的帮助下 从车顶上爬下来 她看到,河北岸建起了一大片房屋 紧挨着蛟龙河石拱桥 兴建了一座混凝土大桥 桥头附近前的空地上 有一些卖水果香烟和糖果之类的摊子 英武汉指着低北的房屋说 郑政普和学校都搬出来了 司马家的大院子被大金牙 就是乌云雨的儿子承包了 这一日的,办了个制造病人药的工厂 煎造假酒假老鼠药 人种的事不办一点 您闻闻 她举起一只手 然后说道 您闻闻这风里什么味儿啊 上官金童看到 在司马家大宅院那儿 高高的竖起了一根铁皮的烟囱 碧绿的烟雾搅动着喷出来 那股令人作呕的味道就是绿烟的味道 英武汉继续说 老了班总也好 要不非被这毒烟给毒死不可 现在啊 可是八千过海各显其能 没有阶级了 不讲斗争了 大家都两眼发红直奔一个钱子 我在沙梁子那边承包了二十亩荒地 小舅我野心勃勃准备建一个珍稀鸟类饲养场 十年之内 我要让全世界的珍稀鸟类 到我们高米东北乡安家 到那时候 我有了钱就不愁有势 我有钱有势之后 办的第一件大事 就是在沙梁子上 为我的爹娘素养做最大的像 英武汉 被他自己的红尾蓝图激动的眼冒蓝光 瘦弱的凶子 上头高高的 像骄傲的鸽子一样停上来 山河镜层看到 桥头附近的小摊贩们 都在做买卖的间隙里 用好奇的目光 打量着自己和指手挂脚的英武汉 他再次资餐行贿 甚至后悔 在离开劳改农场之前 没到那个风骚女人味精知的剃头铺里 去刮一刮虎皮子 英武汉从水果摊子上 买了一串香蕉 十几个柑橘 两个红色的尼龙网都装了 递给上官金桐 要他带回去给姥姥 然后两个人在混凝土大桥上分手 上官金桐望着清亮的河水 鼻子一阵阵发酸 他在一个避人的地方 放下行李 下了河堤 捧着水 洗了洗脸上的尘土和灰垢 是的 他想既然回来了 就得抖擞起精神来 干出点名堂来 为了上官家 为了母亲 也为了自弃 他沿着记忆中的方位 来到发生过无数风流故事的 上官家的旧址 但出现在他面前的 却是一片工地 一台推土机 正在拱着上官家旧屋的断壁残垣 他想起英武汉在公共汽车顶上曾说过 高密平度交周三线 各个让出一部分 组成一个新市 新市的中心 必然的便设在了大蓝镇 这里很快就要成为一个繁华的城市 不久 助力在上官家旧址和旧址周围的 将是一座七层高的大楼 大蓝市的政府 将在这栋楼里办公 听东方.com整理发布 最新章节 请登陆中国最大的有声学习网站 听东方.com查询收听 街道已经拓宽 原先的黏土路面上 铺上了厚厚的碎石 土旁挖出了几米深的沟曲 沟边上一群小工正在滚动着粗大的水泥管子 教堂以为一为平地 司马家的大门口挂着华昌药业有限公司的大牌子 几台破旧的卡车停在教堂的遗址上 司马峰默放在十几扇大磨盘 杂乱地堆放在路边的西米里 磨坊的遗址上 一座圆柱形的建筑正拔地而起 在混凝土搅拌机的笼笼绳中 在熬力清的大锅冒出的刺鼻黑烟中 他与一群群的勘测队员 一群群提着啤酒瓶子 喝得醉醺醺的建筑工人擦肩而过 终于从变成了一个大工地的村庄里走出来 走到了那条通往墨水河石桥去的娇泥小路上 当他走过墨水河小桥 翻过墨水河南堤 望见高地上那座严肃的七层砖塔时 已是苍茫的黄昏时分 砖塔在火红的夕阳下溢溢升辉 塔缝里那些枯草 像燃烧的火苗一样 一群白鸽围绕着砖塔飞行 一缕洁白的孤独的吹烟 从塔前草屋上笔直的升起来 田野里一片寂静 身后建筑工地那儿的机器声显得格外清晰 空旷 空旷 伟大的空旷 上官金桶感到脑袋像被抽空的一样 热拉拉的眼泪流进了嘴里 他强忍着一阵急似一阵的心跳 向那圣洁的七层宝塔走去 他远远的就看到了 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 手扶着一根用旧散柄改成的拐杖 站在塔前向这边张望着 他感到双腿沉得几乎拖不动了 泪水不可遏制的往外涌 母亲的白发与塔上的枯草一样 猛然间也变成了燃烧的火苗子 他哽咽着喊了一声便扑到了母亲的面前 跪下 脸贴在母亲突出的大膝盖上 他感到自己像沉入了深深的水底 所有的声音 所有的颜色 所有的物体形状都不存在了 只有那种记忆深处猛烈的泛起来的乳汁的味道 占据了他全部的感觉 回家之后 上官金童生了一场大病 起初只是四肢乏力 骨节酸痛 后来就上吐下泻 吐出的和泄出的都是像烂鱼肠子一样的东西 散发着扑鼻的恶臭 母亲花光了十几年来 收费品买破烂的积蓄 请便了高米东北乡地盘上的医生 又是打针 又是吃药 但他的病毫无气负 八月里的一天 他拉着母亲的手说 娘 我这辈子可把您给害苦了 现在好 我就要死了 您的罪啊 遭到头了 上官鲁氏紧紧地抓住儿子的手大声说 金童 不须说这些混账话 你才多大呀 娘下了一只眼 还能看到前边的好日子呢 太阳亮堂堂的 花朵香喷喷的 还得往前奔呢 我的儿 他鼓足了尽头说着话 但心酸的泪水已经滴落到儿子胜的骨节突出的大手上 闪官惊咚说 娘 光说好听的也没用 刚才啊 他用一块膏药 贴着太阳学生的枪眼 拿着一张紫颜色的纸 上面写着我和他的名字 他说他把结婚证开出来了 等着我跟他去完婚 母亲含着眼泪,对着虚无的空间祷告着 闺女啊,你死得凄凉 娘知道,娘早就把你当成亲生女儿一样看待了 为了你,金童走了十五年的牢 闺女,她不欠你的,你就发发善心饶了她吧 你让我这个孤老婆子有个依靠 闺女啊,你通行达礼 死古道,生死一路,各奔前程 你就饶死她吧 闺女啊,我这个瞎老婆子给您跪下了 在母亲的祈祷声中,上官金童看到 在光明的窗户那里,龙蜻蜓赤裸着身体 铁乳房上长满了红袖 她放荡地岔开着的双腿间,生着一束圆溜溜的白蘑菇 细看时才知道,那不是白蘑菇,而是一堆纠缠在一起的小孩子 那圆溜溜的东西,竟是小孩子的脑袋 脑袋虽小,五官俱全,都顶着几缕柔软的黄毛 高闭蓝眼,薄薄的耳轮,像炮上了黄豆退下来的皮 小孩子们对着她齐声呼唤,声音细弱 但异常清晰,他们都在喊着爹,爹 上官金童恐怖极了,闭上了眼睛 那些小孩子炸开来满亢奔跑 最后全部跑到她的身上脸上 揪耳朵的,抠鼻孔的,扒眼皮的 他们一边折腾着,一边叫着爹 他尽管紧闭着眼睛,但依然清晰地看到 容卿平用一块砂纸打磨着乳房上的铁锈 红锈也打磨着砂纸,彼此发出擦啦擦啦的寄人的声响 红锈粉末落在她的大腿上 那两只乳头和整个的乳房变成了银灰色 他用忧郁的愤怒目光盯着上官金童 手中的动作一刻也不停止 那两只乳房渐渐地就像刚从藤床上悬出来的铁钢布件一样 闪烁着崭新的清冷的钢铁光辉 光辉聚焦在乳头上 形成两束寒冷的光直刺金铜的心脏 他大叫一声 便昏死过去 等他苏醒过来时 看到窗台上点燃了一只蜡烛 墙壁上还挂着油灯 在摇曳不定的光明里 他看到了渐渐降低了的鹦鹉寒的愁苦的脸 小舅儿 小舅儿 您这是怎么了 他听到鹦鹉寒的声音很远的地方响着 上官金童想说点什么 但嘴唇如山般不动 烛光刺人 他疲乏地闭上了眼睛 他听到鹦鹉寒又说 我敢担保啊 小舅儿死不了 我最近研究了一本面相书 像小舅这样的面相 注定了要大富大贵 长命百岁的 母亲说 鹦鹉 姥姥这辈子从来没求过人 这次要求你了 姥姥 瞧您说的 您得不等于骂我吗 鹦鹉 你街交的人多 去弄辆车 把你小舅拉到县医院里住院去吧 姥姥 没这个必要 咱这儿是地级室的架子 医院里的医生啊 比县医院还高 既然连冷大夫都来看了 就哪儿也不用去了 冷大夫是协和医学院的高材生 还出过羊 吃过羊脸包呢 他说没治啊 就是没治了 母亲失望的说 您我 别花言巧语了 走吧 回去晚了 又要挨老婆训了 姥姥 总有一天 我要证断这根铁链锁 您等着看吧 这是二十块钱 姥姥 想就小吃点什么 您就买给他吃点吧 他听到母亲说 拿上你的钱 走吧 你小舅什么也不想吃 小舅不吃 还有您呢 姥姥 您把我拉扯成人 不容易 那时候 政治上咱受压迫 经济上一贫如洗 小舅被抓走 姥姥 您背着我 烤饭吃 踏遍了高密东百乡 一万八千户的门槛 想起这些 我心里就像戳刀子一样 眼泪哗哗的流 那时候咱建人爱三分 要不 我也不会和那么个凶东西结婚 您说对不对 姥姥 不过 这种罪恶的日子很快就要结束了 我为了建设东方鸟类中心申请的贷款 市场已经签了字了 姥姥 这事能办成 还多亏了 安表姐就是鲁胜利呢 她现在可是不得了了 是咱大蓝市工商银行的局长 年轻有为说话算数 像铁板上砸钉子一样 对了 我怎么把她给忘了 姥姥 您别急啊 我这就找她 小舅的病 她不帮忙 谁帮忙 她可是上官家低亲的外甥 也是姥姥从小把她拉扯大的 我这就去找她 姥姥 安表姐混的 什么是人上人啊 她就是 出门坐四个轮的 省西吃的 两条腿的是鸽子 四条腿的是王八 八条腿的是和蟹 弯弓腰的是大虾 滚神长刺的 那是海参 有毒的是山蝎子 没毒的是鳄鱼蛋 什么鸡鸭狗猪啊 全部让表姐的这个嘴给淘汰了 她脖子上的金链子 说句难听的话 真像拴狗的链子那么粗 她手上戴的 那是白金钻戒 手脖子上 那戴的是翡翠玉拙 眼镜是金矿架 天然水晶镜片 身上穿的是巴黎时装 脖子上撒着巴黎香水 那股子香味啊 闻你鼻子 让你终身难忘啊 母亲打断了鹦鹉寒的话说 鹦鹉 拿上你的钱走吧 你也不要去找他 上官家没那么大的福分 攀不上这样的富贵亲戚 鹦鹉寒说 姥姥 这就是您的不对了 我用地牌的车 也能把小舅拉到医院去 但您不知道 这年头啊 一切得看关系 我送去的病号 和表姐送去的病号 那差别大了去了 母亲说 过去也这样 你小舅的病啊 就这样了 死生有命 富贵在天 他命大 怎么着都能活 他要命小啊 话托扁鹊 转了事 也救不活他 你快点走 别惹我心烦 鹦鹉寒还想啰嗦 母亲用拐棍 愤怒地戳着地面 说道 鹦鹉 你发发善心 醒醒好 拿上你的钱 快些走吧 鹦鹉寒 终于走 终于走 那么确的 老板 理论 那 还